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可是埃及艳后偏不信邪 不仅要再造罗马皇宫 还要在三个月内完成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喜剧电影 《埃及艳后的任务》 别名凯撒是我的一条狗 凯撒是埃及艳后的情夫 可能是皇帝坐太久了 缺乏骑马的舔狗修养 不仅不会好好说话 还整天在那儿鸡婆 一会儿说艳后穿衣浮夸 一会儿又挑她房子太小 艳后被搞得很生气 就你那三公分的小帐篷 怎么好意思嫌老娘房小 改名带你去金字塔看看 什么叫做B个House 凯撒听了一脸轻蔑 毕竟那是给死人住的 为了彻底征服凯撒 艳后和他立下赌约 要在三个月内建所大房子 比凯撒寝宫更为庞大 牛逼是吹出去了 事情却不那么好办 养几只鳄鱼当作宠物 缓解缓解焦虑 再去城里抓来最好的建筑师 让他给自己建房子 建筑师知道事情不好办 想把锅甩给旁边山羊湖 山羊湖有意争功 可惜艳后不给他机会 逼着建筑师接下了任务 工期只有三个月 做好了能有黄金万两 做不好就只能被抓去喂鱼 三个月的工期实在太短 要想完成任务 唯一的希望就是魔法师的大力汤 魔法师住在北方村庄 手下有两个保镖 小胡子和辫子哥 遇上士兵过来找麻烦 就会喝下大力汤把他们打成弹簧人 辫子哥不用喝汤 小时候用大力汤泡澡 让他有了天生怪力 一手弹指神通 战力直追黄老邪 建筑师跟随保镖 来到魔法师家中求药 进门先盘个亲戚 我是你失散多年的干儿子 想死你了我的老爹 干爹也不是白刃的 求他送点大力汤当作歼灭礼物 干爹却说大力汤是不传之秘 不过钱给够的话倒是可以陪干儿子旅旅游 顺便给他现场熬个汤 谈妥之后坐船返程 两个保镖也随同前往 半路上遇到红胡子海盗 本以为要惨遭洗劫 结果却大出意料 红胡子看见保镖 操起斧头砸烂了自己船只 这水平怎么当海盗 当只海龟还差不多 建筑师带三人进建燕后 要雇他们担任助手 燕后并未反对 只要按期完工 找谁帮忙都行 燕后手下有一位女佣 风采直追燕后 小胡子看了很心动 看来是要娶回去当老婆 工地上已经在加紧赶工 监工挥舞着手中长边 逼工人加快进度 山羊胡没有拿下任务 悄悄溜到工地搞起破坏 一番煽动性演讲 让工人掀起了罢工 女工头负责和建筑师谈判 当初说好的八小时 现在却要996 以后是不是要007 让我们享受更多福报 建筑师见情况不妙 赶紧开启甩锅大法 不是我要996 是燕后要996 你们不996 我就要886 炒得不可开交之时 干爹终于出来解围 不用996 也不用007 只要喝下我的大力汤 保证你们轻松完工 小胡子先来做个示范 一口浓汤下肚 轻松搬起巨石 有了大力汤 工期不再是问题 随手一扔 就能安上柱子 还能一边跳舞 一边做工 山摇湖一记不成 又生一记 找到工具人光头哥 让他给运输队送去贿赂 将建成用的石料 统统沉到湖底 然后带来一搂石块 过来交差 建筑师相当愤怒 偷工减料 也不是这么个玩法 只好派出两个保镖 让他们负责运送石料 大力哥是个贪玩的主 爬上尸身人面像 荡起秋千 布料却下手太重 将鼻子给整了下来 赶在被人发现前 掀起整座石雕 然后将鼻子扔进下面 这样就没人发觉了 光头哥那边 见阴谋失败 跑过来忽悠保镖 将他们骗进金字塔 然后关上石室大门 不过石板根本 困不住大力哥 随便一个野蛮冲撞 轻松撞碎石板大门 金字塔内部路线复杂 几人根本找不到出路 还好随身带着狗狗 带几人逃出生天 石料靠水运运输 但是尼罗河最近水流太缓 大力哥怕赶不上工期 只好跳进水中 拉着船队前行 前进路上再次遇上红胡子海盗 船只又被撞了个稀烂 山羊湖暗中看红了眼 又想出新的坏招 他制作了一个有毒的蛋糕 然后以魔法师的名义 将毒蛋糕送给艳后 负责试吃的太监 吃下毒蛋糕 被毒成一个绿人 艳后十分生气 将魔法师和保镖 关进了大牢 劳门根本关不住大力哥 三人闯出监狱 来到艳后请宫 当着艳后的面 吃完三块蛋糕 结果屁事没有 艳后感觉抓错了人 只好将三人放了回去 凯撒害怕输掉赌约 于是派出大军 过来抓捕魔法师和保镖 可惜部队战力实在没法看 大力哥单手揍趴了整支军队 正面干不过 只好来远程的 用投石车攻击刚做好的宫殿 两个保镖也没有办法 于是派出小胡子 去向艳后求助 小胡子喝下大力汤 速度比火箭还快 轻松突破军队防御线 不过冲撞中 落下了大力汤 山羊湖喝掉剩下的大力汤 瞬间开上了外挂 建筑师也喝下大力汤 和山羊湖来了一场对决 这微风的架势 颇有点龙哥附体的味道 山羊湖也不是好惹的 叫嚣着要干翻建筑师 老子叫你知道我们罗马功夫的厉害 你为何等人开始讲过语 没意外变不下天 我们还说咯 几个回合下来 竟然还占了上风 建筑师不甘示弱 一脚把他踢成了皮球 小胡子很快就到了皇宫 艳后听说凯撒不听话 使用下三滥手段阻碍工程 亲自率领大军给他训话 凯撒刚想说话 就被艳后给顶了回去 最后只好乖乖听艳后的 撤走了进攻的军队 三个月后 宏伟的宫殿如期完成 艳后带着凯撒登上宫殿 从此以后 乖乖做老娘的田狗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里是科幻战舰 我是主播橘子 我们下期再见